第十六集 巧无声息 刚用鼻尖摩擦了一下她的唇 不想 童年抓着自己的裙子紧闭着眼 紧张得都不敢呼吸 刚笑了 沉静地将鼻尖继续滑下去 顺着那股甜腻的味道 擦过她的小下巴 然后是脖梗 再滑下去 然后是细小弧度美好的锁骨 终于在这里 她将嘴唇贴了上去 滚烫的是她的皮肤 很软 慢慢地摩擦着 慢慢挪上去 到她的长发下 耳根后 这里最香 怀里的小女孩身体软软的 被她像个娃娃一样搂在怀里 一个动作都不敢动 一声都不敢出 两大联盟合作坦诚 合并了 不过EFK好可怜 直接紧散 就因为没有坦诚合作 电话里的声音有些奇怪的感觉 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弱肉强食 没什么可言的 她毫不在意 还在回应着电话回应 电话里 中国台湾连线的俱乐部 头头已经崩溃了 不过老大 相信我 我什么都没听到 我 哎 掉下了 嘟嘟嘟 一人离线 那些欧洲美洲区 正讨论的热火朝天的人 都有些奇怪 纷纷问 是谁掉线了 哪个退出了 就不怕老大 直接让他飞去体罚吗 最后 有人忍不住抱怨 妈的韩桑言 你别忘了 我也听到懂中文 你松点一点 杠扑哧笑了一声 松开了童年 舒展了手臂 懒洋洋的说 不好意思各位 我的问题 女朋友在这里闹小脾气 先哄哄她 半个小时候继续会议 众人震惊 还没来得及 恭喜大老板喜德女友 电话就被挂断了 房间恢复了安静 童年整个人都呆了 不敢相信 他竟然没有静音 自己仍旧被抱着 像是转了半个圈 感觉他的手臂松开自己 听见键盘敲击的声音 不清了吗 他悄悄睁开眼 看到他竟在咫尺的脸 就这么越过自己 对着电脑屏幕 挺一般正经的 他回头 发现电脑屏幕上 果然已经不停地出现 一行又一行的英文 等我先回个邮件 敲下基恩 点击发送 刚将视线重新放回了 他的脸上 看他的睫毛微微抖动着 忽然觉得很好玩 用指尖碰了碰 睫毛还挺长啊 手指顺着睫毛滑下 碰到了童年的脸 刚才说到什么 哪里有说到什么 只是坐 童年的脸胀的通红 动了动身子 在杠的大腿上磨蹭着 根本不知道 自己不经意 做了什么 没 没说什么呀 哦 可我想起来了 怎么办 他这么近距离的玩笑 说话的气息 都扑到自己脸上 他们 又回到了这个话题 童年 甚至再次垂下眼睛 等着 他将自己摁在怀里 重新吻上来 一秒 两秒 时间一点点推动 什么动作也没有 是不吻了吗 他悄悄地抬起眼睛 瞄了他一眼 昏暗的房间里 只有那双眼睛最亮 看着自己 是的 他只是看着自己 像是在看着一件新鲜的东西 忽然出现在生命里 那么不确定 如此不熟悉 不习惯 他是后悔了吗 昨天哭的感觉还在 好像他一句话忽然反悔 自己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不确定 不安全 什么都是突然降临的 童年慢慢攥住 他的短袖T恤的下摆 用尽最大的勇气凑上去 碰上的瞬间 他竟然忽然避开 童年一下子愣住了 真的后悔了吗 不要哭 不要哭 眼泪快回去 就在他坐着心理建设的时候 他的脸忽然靠近 稳住了他 童年被惊着 眼睛忽闪忽闪地眨着 然后慢慢地 乖乖地闭上 吸着小女孩呼出的气息 感觉他在自己身上 微微地发着抖 衣服被他拼命地拽下去 一切都很真实 触感 嗅觉 掌心下的他 都很真实 原本还是陌生的 他甚至除了知道小孩叫什么 多大 在什么学校上学之后 就没有多关心过 在一起 也是因为那晚坐得太过火 想要试着去负责 看是不是真的合适 有个女朋友 可当他的存在自己这里 小蛇顺从地任由自己品尝 陌生的感官刺激 让他无法停下来 所以 爱情是什么 是这样吗 想要把他整个人 都变成自己的 用所有的方式 刚紧闭上眼的同时 放开了童年 女孩拼命地喘着气 靠在他的肩上 呼出的气息 都在侵入他的皮肤 潮湿的 燥热的 他低下头 用嘴唇 稳住他的耳朵 给他一个很大力的拥抱 出去吧 童年呼吸错乱 目光涣散地看着他 感觉后背被拍了拍 他这才惊醒 耳根通红 什么都不敢说 就跑下了楼 楼梯实在太高了 也不能跑快 跌跌撞撞到了二楼 立刻靠在墙上 猛地捂住了脸 天哪 天哪 嘴唇还是麻麻的 他忍不住咬住 想要克制这种感觉 却立刻尝到了糖的滋味 轰然一声 整个人都烧着了 于是 滴滴走上楼 想去叫大家吃饭的时候 就看到童年 靠在楼梯的拐角处 拼命地跺脚无脸 抬头看到他的一刹那 就跟见了鬼一样 啊的一声 立刻连滚带跑的 奔向一楼 滴滴莫名其妙 抬头看了一眼三楼 晚饭吃完 刚才从楼上下来 正看到童年 坐在爷爷身边 拿着小刀削苹果 你见过第一次 学削苹果的现场吗 就是这样 皮连着果肉 一刀刀下去 成果极其难堪 滴滴百物聊赖 看着电视里的黄梅戏 打发事件 自从老人家来 整幢房子 就像回到了烟火 缭绕的民国 电视每天轮回 放着各种戏曲 他听着就头疼 刚走过去 大咧咧地坐下 翘起二郎腿 示意他给自己水果刀 然后重新拿了一个苹果 干脆利落地 削了一圈皮下来 切成八块 果壶弯曲 全程手指都没有碰到果肉 就这么一块一块地 扔到盘子里 推向了一老一少 童年火速拿着牙签 插好一块递给老人家 手都没洗 自己吃吧 老人嫌弃地看着钢 钢没有吭声 直接捏了一块扔进嘴里 童年也跟着吃了起来 一副我不嫌弃你 坚决不嫌弃的态度 吃着吃着 就听到爷爷问 年年啊 那天听你爸妈说 你喜欢唱歌 还在网上还有名 有很多粉丝啊 哦 没有很多了 你看看你媳妇 喜欢的东西 多讨厌情操啊 你也就会玩个游戏 刚翻了一个白眼 继续吃苹果 显然老人家已经选择性忽略 他最爱的大外孙 也是电竞选手 还是拿了很多 世界第一回来的职业高丸 爷爷再次笑咪咪地 看向童年 都唱什么歌啊 唱 动漫歌曲比较多 还有各种日语歌 日文歌啊 不好听 知取维虎山 会吗 啊 童年不好意思的摇了摇头 你爷爷过去啊 可爱听红灯记 听过吗 啊 听过 听过很多次 幸好听过这个 我爷爷在的时候 也总在我家里放 那时候我家也这样 只要每次醒着就是戏 爷爷更高兴了 觉得韩商严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好事 唯一能拿得上台面的 就是找了这么个乖巧的小媳妇 于是老爷子乐呵呵的手一挥 哦 给爷爷来一段 杠和DT同时抬头 看像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的萌妹子 整个半个小时的回家车程 童年都抱着自己的包 紧咬着下唇 半个字都不敢说的状态 谁来体会一下 智育系妹子在自己最喜欢的人面前 第一次唱歌 就是唱的红灯记这种画面 游戏唱到中途 DT直接笑场离开 杠的面目表情也是丰富多彩 于是直接造成了 他从唱完到现在 还没敢和他说一个字 杠打着方向盘 驶入小区 再离他家五十米远的阴影处 车位停车 这里能保证他们不被任何人围观 也不会出现被他父母 出来看到的情况 又能看到他安全地走进楼道 好位置 熄火 一时寂静下来 我下手目回来 虽然不大习惯汇报行程 但是这种简单的事 能做还是做了 航班号不告诉你了 不用接 哦 嗯 可童年根本不敢看他 还沉浸在红灯记的事件里 心头低血呢 感觉手腕被攥住 一道力将他拉过来 中间横着中控区的扶手 所以没有用力 竟表达了让他过去的意思 啊 童年看到他将座椅调后 这个车位很边缘 他又停得车头向内 只有车尾能看到远远的车灯 缓过去 童年低下头 捏手捏脚地爬过扶手 被他揽住腰 斜着坐在他的腿上 十分之一秒后 被咬住嘴唇的童年还在思考 是不是蓝眉和他老公 也会这么平凡的 轻不够呢 当然 思考在几秒钟之后就停止了 他背脊阵阵酥麻 紧绷着膝盖 腿贴在门上 轻轻扭动了两下 他的手心 恰好就放在他的腿上 不大愉快地 暂时离开他的唇 当冷天的 穿什么裙子 不冷 不冷 他扭开车门 一股冷风灌进来 童年猛地一哆嗦 喷的一声 车门又关上了 还不冷吗 冷 刚当然知道他心里的小九九 毫不留情地点破 衣服就是郁寒的 想要其他效果 还不如不穿 他刷得红了脸 羞涩地扭了扭身子 刚素来说话直接 从不觉得这种话 有什么必要拐弯抹角 尤其还对着已经被冠名的女朋友 当然 这个话题没有深入讨论 因为当他开始第二回合的合理需求时 发现裙子其实也不错 不过这个长度嘛 还是危险了些 所以 原定计划是看着他走进楼道 变成了他亲自送他进楼道 站在夜色与灯光的交汇处 看着他一步三回头地和自己告别 被需要 被渴求 还有被寄予的归属感 这些都曾只存在于 那个遥远的战队队友之间 这些感觉越强烈 随之而来的失去就会越痛苦 他与爱情上并没有什么深刻的经验 但在人与人的相处中充分地体会过 刚转过身 走出灯光明亮的地方 踏入夜幕 身后忽然伸出一双小手臂搂住他 有没有被吓一跳 女孩的声音在笑 有些小小的窃喜 她可是悄悄一步步溜回来的 幸好没有被他发现 早点回来哦 刚低着头看着他的小手 毫无情欲地摸缩了两下 算是回答 我会想你的 第二天下午 日翻圈四大萌娘之一 拥有超多脑残粉的密室之鱿鱼大大 忽然发了新歌 看到歌名粉丝群集体炸锅了 恋爱循环 三年前大大年满16岁接受采访 被粉丝千呼万唤要翻唱这首歌的时候 可是亲口说过的 没有恋爱的感觉 恋爱了才会翻唱这首 十秒内 他的微博被粉丝疯狂攻陷了 没有一点点防备 我家萌娘就这么嫁了 再见 是无可恋 再见 上海的 金帽子 台湾的 直接要零一大厦 记得一起倒数 再见 哪个汉子干的 你出来老子不打死你 老子等 等你分手 老子从小就爱上了女神恋爱了 金帽 我们一起试炼 小鱿鱼是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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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汉子 你上辈子一定拯救了银河系 再见 汉子你出来 老子保证不咬死你 在飞机场等飞机的九七 就这么握着手机笑喷了 坐在后级大厅的一众队员 原本都仰着身子 一个个累得半死不活的 各种姿势躺在椅子上 此时听到声音 马上秀出了异常 纷纷围了过来 小嫂子的微博 老大没喷得不轻啊 科名不错啊 昨晚老大不是回家了吗 估计三委上全了 体会到真爱了呗 众人恍然大悟 嫉妒啊 一堆单身狗 痛不欲生 刚拿了一杯咖啡 边低头玩着德州扑克 边往这里走 众人目光灼灼 一副景仰的目光 让他察觉到了异样 他抬起眼皮 众人马上归位 搞什么 他视线巡回一圈 锁定了Demo 说 啊 为什么每次都点老子 老子来K&K 是为了拿金牌的 不会没拿到金牌 就一年早逝了吧 小嫂子秀了个恩爱 大才乐呵乐呵 众人低头 虔诚地为小Demo 默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十七集 今天童年并不用去学校 只是后知后觉地发现 自己在监考的时候消失了 尴尬地给老师打了电话 没想到老师直接回答 听说了 你家里哥哥还是叔叔来着 是有机事把你接走了 没关系 你已经很辛苦了 还帮我出事题 他特别不好意思 再三道歉 结束这个电话后 两只爪子捧着手机 低头给他发微信 喵 你到了吗 到了 举爪 我能申请晚上和你视频吗 杠无语 对手指 就 就看一会儿好不好 微信又可以 只要你信号好 要是信号不好 那QQ好不好 你有QQ吗 晚上再说 嗯 我等你 童年简直是满血状态 整个白天都在自己第一次晒恩爱的羞涩中度过 晚上十点多 他才终于敢登陆微博小号 去看大号的留言 整个人都像浸在密罐里 恨不得让全世界知道他多好 他多棒 他总之就是全天下无敌最帅的男人 无脸 他拿出笔 哪管网上怒海滔天的流言大军和经贸大厦楼顶站的几千人 开始趴在桌上安安静静的做手杖 画着各种可爱的小卡通人 一句句记下来 他们俩都说了什么 做了什么 等到画到一辆卡通车内的两个人抱在一起的时候 他终于猛的用额头撞了一下桌子 忍不住跳起来跺了跺脚 重新坐下 随手刷起了微博小号 没想到小号关注的人竟然在疯狂刷屏 这些人全都是他为了方便了解杠的圈子所关注的 各大知名电竞选手 各类电竞杂志 游戏官方微博等等 一百多个 竟然全都在刷屏 老大说他要开微博 CS曾经的第一代本作级人物 K&K全球老大现实了 老大 贵赢 最开始发的都是K&K的人 后来慢慢的 所有圈内的人都开始察觉了 各个项目的神级人物 包括CS 星际 魔兽 穿越火线 极品 飞车 等等等等 全部都打了鸡血一样转发了起来 电竞圈的远古传说好吗 很多现在的神 都是杠神的脑残粉好吗 电竞官方微博 各大游戏官方微博 各大赛事官方微博 整个圈子都沸腾了 太热血了 十年 开拓山河的人终于肯公开回归了 虽然不少人知道他是K&K的老大 但这不一样啊 只要他一天不对外公开身份 大家都会自动牺牲 默默地看着守着这位曾经的杠神 现在他个人肯在互联网公开微博 超级热血的有没有 必须捧场有没有 多少人的启蒙人 多少人的指路灯 多少人年少时候的偶像啊 童年彻底看傻了 就这么看着电脑屏幕 像是看着另外一个世界的狂欢 虽然百度百科写得很明白 那些论坛采访帖子也都看过 但和现在的感觉完全不同 在这一秒 他才察觉到 自己一见钟情的男人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开微博说要干什么呢 宣传俱乐部 招兵买马 他猜测着点开了at gun 整个页面跳出来只有一条 一个网页的链接 再点开是KNK俱乐部的官网 果然是用来宣传的 也太不敬业了吧 起码说点什么吧 不过 只有短短几个小时 粉丝破百万了 我太强悍了吧 他默默看了一眼 自己大号的粉丝数量 十分之一 嗯 等等 发哥的那条留言 怎么有三万多 转发也是 新浪抽了吗 他不敢相信的点了开来 留言区刷的一下打开了 观光团 围观光神 唯一关注 观光团 男神唯一关注 男神唯一的关注 什么也不想说了 希望你好好 带我喜欢了十年的男人 发生了什么 我家大大被黑了吗 爱得金兰克福 童年猛低下头捂住脸 拼命克制那不断 翻涌上来的幸福感 直到母亲大人推开了门 吃不吃小野啊 他猛的摇头 整个人都轻飘飘的 啊 不饿不饿 我不饿 母亲大人狐疑的看着他 还没等发问 就被他跳起来 推出了房间 我要帮人做作业了 玩玩玩 关上门又不放心 还拧了两圈的锁 抱着手机蹦上了床 不行 好激动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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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举着手机 傻傻傻地盯着自己和他的评论微博 看了很久 嗯 十点半了 不对 说好的要视频的呢 他抓起手机 火速微信 对手指 可以视频了吗 可怜巴巴地望着你 会不会正常说话 嗯 那么 韩商言 我们可以正式开始用视频联络感情了吗 正常地望着你 QQ 你等 嗯 六七八七零九 等 他立刻从床上滚下来 房间房间 我要整理一下 还有 穿什么衣服好呢 会不会来不及了 他索性从衣柜里抓起一件粉红色的颜衣裙套上 火速闪回了电脑前 QQ上已经有了好友申请 打开 GN请求添加好友 通过添加 多一句的废话都没有 直接发来了视频邀请 他有些羞涩 两只手捋了捋长发 点开 那边竟然黑漆漆的 感觉这个角度 好像是电脑放在了床上 很快 画面亮了起来 只能看到他穿着牛仔裤的大长腿走过来 一只手拎起电脑放在了桌上 下一秒 刚两只手撑在桌上 光着上半身 看着镜头里已经呆掉的童年 看见了 看 看见了 还很清楚 没穿衣服的上身 发烧上还躺着水 腰带 无脸 他怎么总是不系腰带啊 角度OK 为什么要问角度啊 然后杠就像没事一样 走了 他不会以为开了视频 纯粹是满足我的观看愿望吧 虽然也没错呀 但怎么感觉怪怪的 画面里 杠杯对着他 从敞开的行李箱里拎出一件长袖套上 穿衣服的动作也这么招人 童年咬住嘴唇 彻底进入了寒伤严实的视频模式 就是他干他的事 直接把窗口最小话关了喇叭 完全就不管童年在视频的另一段做了什么 而童年就乖乖的安静的撑着下巴看他 光是这么看就过去了二十多分钟 他一点都不觉得枯燥 整个时间段里 他就是穿衣服打电话 开电脑打字 甚至还能听到背对着自己的电脑里的游戏声音 很快就察觉自己游戏声音太吵 又彻底静音了 在打游戏啊 真好 一直这么看着就好了 管他有没有声音 童年开始想 再过半个小时 就把电脑屏幕转向床 这样就能边睡边看他打游戏了 忽然 画面里的他不太耐烦的抬了一眼 看了一眼画面外 推开鼠标 起身消失在画面里 出去了 还回来吗 要不要等啊 他有些茫然 失落地拿起手机 想要用微信问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画面里猝不及防地就出现了一个女人 笑着坐在了床上 韩生言 他不敢相信地叫他 没有反应 两人明明在说话 也听不见说什么 他光速地拿起手机 打他的电话 就看到画面里的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又丢回了裤子口袋 然后快步走过来伸出手 画面呼得黑了 走廊里 第一第二战队从主力队员到替补 十四个大男孩散漫地走近 看了野门牌号 老大的房间 竟然全部都在刷屏 多少来着 你要七零八 今天成气不太好 还不知道老大要怎么发飙呢 哎 嫂子在就好了 再也不一定好啊 万一正赶上不能增进夫妻感情的日子 苦的还是我们 哎 快到了 啊 啥 啥是不能增进感情的日子 突然 一七零八的房门被打开 走在前面的几个人吓得跳回来几步 伴着一段超高度的尖叫 就看到一大团白色的东西被扔了出来 众人再退两步 最近人气超高的某美女姐说 正惊慌失措地从白色被子里爬出来 捂住超短裙 在众目睽睽下红着眼 往走廊的另一段跑去 众人面面相觑 怎么每次出队比赛 被骚扰的永远是老大和队长呢 Grant倒是乐得看热闹 他一脚踹在Demo的屁股上 后者被迫 畏畏缩缩缩地探头 老大 你是又被性骚扰了吗 众人无语 Demo 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话 那母猪也能上述了 童年心神不宁 不停地拨打着他的电话 好像永远都不会接一样 突然收到了GN的微信 他的心疯狂地跳着 有些委屈 也有些忐忑 不敢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又控制不住地打开 身份证 他回了一个身份证号码 一分钟后 我给你订了明天的航班 起飞时间看短信 周末没事就过来吧 那刚才那个女的 他很快发来视频邀请 童年懵懵地接受了 仍旧是精英 几分钟前空荡荡的房间 现在塞满了人 全是KNK的队员 估计他那里视频还是最小话 任何人没有察觉到他开了 第二天清晨 他就拎着箱子跑去了机场 顺便一路上给蓝莓打电话 创口供说是去商演了 电话另一端的蓝莓 炸毛一样地告诉他 哎 你知道我们都疯了吗 我老公也疯了 刷一晚上落台 给我看各种粉的八卦 哪里管什么八卦 他满脑子都是 我要去广州 我要去广州 等飞机落地 乘着出租车 一路飙到他住的酒店 正是午饭的时间 杠电话里 让他在楼下大堂等着 没过多久 他就从电梯走廊拐出来 身后跟着一帮 背着大运动挎包的队员 众人看到童年的一瞬 都有些表情微妙 因为众人齐齐回望 紧跟着KNK的 就是几个男女赛事的解说 其中一位看到杠站在大堂 有些变了脸色 不过还是坦然地望过去 看了一眼离他不远 身旁立着一个小行李箱 穿着可爱短裤的小女孩 小女孩同时回眸 发现了自己 两人对视 杠正准备说 自己估计要单独 带小孩去吃饭了 头刚转过去 还没来得及交代 就察觉小孩突然扑了上来 被勾住脖子的一刻 他反射性的伸手 搂住了他的双腿 这种姿势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 他的双手放在了他的 于是 整个酒店大堂里 等着出发去赛场的 七个俱乐部选手 各组非职业选手 还有比赛的解说 裁判 所有人都围观到了 KNK的大老板 如何在大庭广众之下 将小女朋友像树袋熊一样 抱在了胸前 这个姿势实在是太邪恶了 天哪 我只是看到那个神经病 脑子一热想窜上去抱他 没想到跳得太高了 他怎么会反应这么快啊 直接就把我抱起来了 两条大长腿反射性的夹住了他的腰 杠尸没有料到 纯粹没有料到 他身体包括胸前明显的那部分柔软紧贴着自己 手臂紧紧地勾住自己的脖子 这是他一辈子也没有想象过的场面 关上门怎么腻歪是两个人的事情 可大庭广众之下摆这种pose实在是有点轻浮 完了 我不是故意地跳得太高了 杠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冷静一点 快下来 虽然低声呵斥 但没有松手 实在没有经验 怕把他摔了 身上的女孩小声地硬声 无声地滑了下去 他活动了一下手臂 招手叫来酒店服务生 报了房间号码 让对方把行李送到自己的房间 老大这么镇定 KNK的众人当然秒速恢复冷静 一副我们老大就是这么庞弱无人的表情 继续背着各自的行李袋往出口走 童年跟着杠没走两步 看到面前的人停住脚步心想 完了 要被骂了 鞋子 啊 哦 开了呀 他刚想弯腰 却被揪住了手臂 杠的目光扫过他的短裤 这种长度别说是弯腰 就这么直直站着 也已经漏了太多了 跟我过来 他说着 将童年拎到了电梯旁的楼梯间 本来想说让他自己系上鞋带的 没想到 这里都是工作人员在闲聊八卦 众人见到忽然有两个客人走进来 都停了下来 杠黑着脸观察四周的环境之后 沉默着 右腿跨上了第三级楼梯 示意他把脚伸过来 童年欧了一身 傻傻抬脚 够不着 于是跑上去两阶台阶伸出他的脚 手扶着墙 在他握住自己脚腕的一刹那 有些苏玛猛地从脚背窜了上来 小小的 浅粉色的 耐克的面包鞋 被鞋放在他的大腿上 杠低下头 手指不大习惯地绕住松开的白色鞋带 很熟练地将活节打在了鞋内 完全是他的个人习惯 童年手指紧张地扣在墙壁里 眼睛垂下来 乖乖地收回脚 谢谢 客气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十八集 我刚才 刚才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有点吃醋 然后想抱你 然后 吃什么醋 啊 这就是 两天没见 小孩还是老样子 动不动就大脑转速跟不上说话的欲望 说话卡壳仍旧不听话 偏爱穿着露大长腿的短裙短裤 但不知道为什么 刚突然觉得看到童年这样轻松了不少 从身体到心理都很轻松 不觉有了些逗他玩的兴致 凑到他脸侧 告诉我 那神经病 脸没你罗利 腿没你长 胸没你大 脑子也没你聪明 究竟哪里值得你吃醋 啊 被当成空气的员工们听不到杠说了什么 就看到小女孩跳起来 一个猎妾眼看就要摔倒 大帅哥及时伸手 拎起他的双肩包 啊 爆了爆了 亲啊亲啊 众人狼血沸腾 没想到 大帅哥可淡定了 直接推门 出去了 K&K的车上 众人亲眼看到老大带着嫂子上车 然后 不知道是谁发现 小嫂子的鞋带 是一脚一个技法 很明显的 左脚是小女孩的蝴蝶扣 右脚是老大最常用的 这些二十岁左右血迹方刚的大男孩 都在窃窃私语地讨论一个问题 老大 刚才究竟干什么去了呢 广州赛区的比赛是K&K主打 老对手SP紧旁观 所以在没有最强劲对手的战场 昨天竟然打了平局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刚到休息区后就递给童年一张工作牌 拍了拍他的后背 让他随便去玩 自己要给队员们开个战前的动员会 童年听话的结果 低头看名牌上 K&K俱乐部 童年 他就有些激动 抽出蓝绳子 将名牌挂在自己脖子上 边往出口走 边不停地低头看自己胸前的名牌 这是属于自己的K&K名牌 这个俱乐部对他而言已经不再陌生 这里有很多顶尖的电竞选手 全球十几个分部 拥有着各个项目的冠军 他在美国的日子 自己一直在看电竞论坛和赛事新闻 那场决赛 是小白拿了冠军 据说决赛当天 现场观众超过了两万人 网络观看人数超过六千万 虽然不懂 但他还是将比赛视频都认真地看 嗨 有一双手在他面前挥舞 Apple Dog笑眯眯地低头看他的名牌 没有写职位吗 他恍神笑了笑 低头也看看自己的名牌 什么职位啊 Apple Dog拿着自己脖子上的名牌 给他看 俱乐部 SP 职位 MS领队 姓名Apple Dog 对哦 都没有注意 职位那男是空着的 应该写家属 回去告诉韩商言 不给写家属 下次不随对了 还听到随对两个字 很不好意思 这个女人每次遇到他 好像都在帮他 童年自然对他有亲近之感 两人有说有笑的聊了很久 他觉得 好像SP的人并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和KNK敌对 说到最后 Apple Dog有些帮忙的 给他讲了很多很多 关于干过去的事 嗯 还有什么呢 他粉丝可多了 不知道骂哭多少追着他比赛 不去上课的女孩 啊 对 还有 过去我们养了一只猫 都是他在照顾 后来猫死了 他连别人提起都不行 所以 我和Solo都猜 他初恋情节肯定特别重 啊 忽然 Apple Dog台湾看表 比赛要开始了 进去吧 童年点了点头 跟着Apple Dog 往队员休息去走 就在即将迈入大门时 身边的女人突然侧过来 单手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拥抱 那个时候他们有家里支持 一个人飘在国内 就为了在中国赢金牌 没女朋友 没家人 就想赢 一直赢下去 用中国国籍赢回大满贯 我都怕没人能忍他的坏脾气 和对电竞的偏执 谢谢你 真好 一切都越来越好了 他有些傻了 等到分开 回到杠的身边坐下来 仍旧想着最后的那一段话 慢慢地体会出一些心酸和无奈 所以 这就是每次爷爷都嫌弃他的原因吗 做得这么成功的事业 拿了那么多的冠军 吃了那么多苦 家里人还是不能理解他吗 杠察觉到他情绪低落 猜想是两个人早上见面的时候 他太凶了所导致的 虽然不觉得有什么错 但显然 小女孩的做法也没什么大错 只是观念不同而已 怎么不说话 他难得地想要开口缓和气氛 啊 这眼神 太诡异了吧 我不反对关上门的任何情热 但在大庭广众之下 要适当收敛 太招摇不好 别人会当作看笑话 还会觉得 你这个女孩不进去 很轻负 哦 没关系 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我是男人 不会吃亏 最后吃亏的都是你 嗯 没关系 你现在有我 刚发现 童年根本没有再认真听 唯一那么点耐心 即将用尽 突然 童年的小手慢慢地伸过来 很坚定地 紧紧地攥着他的手背 没关系 你现在有我 杠彻底绝望 拼命地告诫自己 不许再发火 冷静 冷静 搞什么 就放小孩出去玩了十分钟 回来怎么就这样了 今天是KNK密室风暴 二队的预选赛 昨天一队意外地打平一局 以积分小组第二出现 这让杠很不爽 比赛开始 他收敛心神 全身贯注地盯着场上的战况 童年也努力地学着看 肩膀上被轻拍了拍 回头 刚才在酒店大堂见过的 跟在他身后的女人轻声说道 盒饭来了 一起吃吧 他愣了 眼睛瞟了一眼杠 女人微笑着解释 是老大让给你订的 哦 好 童年乖乖起身 也不敢打扰他 弯腰走出休息区 KNK一队队员 还有几个替补都低着头 人手捧着一只纸盒子 狼吞虎咽 这个会场比较小 没有特供的会议室 所以大家都是坐在椅子上捧着吃 女人看看四周 将其中一个队员的行李袋要过来 哎 坐这里吃吧 把椅子当桌子 等我给你拿着海报铺上 饭盒打开 菜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女人又给他拿了一罐饮料打开 放在饭盒边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 身边几个队员已经吃完了 大家都对着他笑 也不敢和这位不熟的小嫂子多说话 扯了纸巾 不乱擦干净嘴 从KNK自己的饮料箱里 拎出自己想喝的 纷纷离去 入场去看比赛 于是 最后只剩下童年一个人 坐在这里 吃着吃着 好多啊 吃不完能剩吗 上次就剩了 会不会被嫌弃浪费啊 纠结着 身边的椅子上坐下了一个人 童年抬头 看到是杠 左手捧着纸盒子打开 看了一眼 再去看看童年的 够吃吗 嗯 够 明显这个配菜量少到不忍直视 换做是自己几口就能吃完 杠醋没 他不喜欢浪费 每次盒饭的数量都是按人数定的 于是 压根就没有多余的一盒再给他加菜 杠也没有再多想 索性将饭盒里的所有菜都剥给他吃 你不吃菜吗 这些菜不合我胃口 尽量吃完 不要剩 哦 童年继续含泪 低头吃着 刚低头 三下午除二将白米饭吃干净 合上 扔到角落的垃圾收集袋里 整个过程都没有超过五分钟 就回来VIP看台去 童年一个人吭吃吭吃 从比赛开始吃到第二回合比赛 终于在大部队回来收拾东西时 沉重的合上了饭盒的盖子 呃 生死了 二队失利 小组第七 一倒数第二的小组成绩出现 接连两天的成绩大跌所有人的眼睛 整个回程的路上车里感觉都是闷闷的 到酒店也是 刚给他订了一个房间 童年没有过去 赖在他房里的卧室沙发上 边玩电脑 边听着他在客厅里发飙 心情也低落下来 晚饭直接叫酒店餐厅送上来 大家凑合着吃了继续开会 这一开就开到了九点 稍作休息 刚从客厅里走进来 看到童年抱着电脑 脚全在沙发上打瞌睡 看起来是半梦半醒间 小脑袋一顿一顿的平凡惊醒 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自动的调整姿势 头一歪继续睡 刚看着童年 思维有些开小差 不知道国家的那些人 平时都是怎么和女朋友相处的 这样的生活作息 高强度训练 比赛 女孩子基本分不到什么相处时间 所以童年 你和我在一起图的是什么呢 不管是街机还是随队比赛 吃的都是盒饭 没有娱乐 好好的周日就这么度过 不委屈吗 这就是常态 选手还有退役的一天 而自己除非退休 根本没有轻松的机会 她走过去弯腰 将童年抱着的电脑拿走 这个动作童年被惊醒了 迷糊着问她 开完了 喂 帮你去床上躺着 哦 说着童年搂住了她的脖梗 小小的手臂软软的缠绕 让梗安静了下来 并没有像说的那样 把她抱起来 而是顺着童年的动作 闭上眼睛 用额头抵住了童年的头 休息一会儿 酒店的卧室和客厅是没有门的 不可能做什么 就这么靠着 闭目养神 也很惬意 唇上有什么靠上来 她知道是什么 就是没有想到 会在此刻到来 滚烫的 童年的手心贴着她的后颈 牙齿咬住她的下唇 然后再仰头 挣扎了十分之一秒之后 杠无声地接过她的索吻 角度不舒服 她干脆半跪下来 如果一个男人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 那纯粹是在敷衍 从第一次和童年接吻 杠就很清楚 再清楚不过 想要的 生活圈子不同没有关系 共同语言也不需要 我做什么 我做什么 你不用费力去懂 你做什么 也不需要得到我的同意 清楚一点就够了 你有多想得到我 我就有多想得到你 除了你 谁都不行 客厅里 不知道是哪个开了电视 各种电视节目跳来跳去的穿插着 紧张了一天的职业选手们在笑着吐槽 这个的脸 那个的台词 完全像是在参观另一个世界的奇异景观 这时候 他们都是大孩子 从十几岁到二十岁出头的 青春的 热血的 喜欢抱粗口的男孩子 当然 他们显然知道 卧室根本连灯都没有开 可没人敢迈过来一步 干什么 刚笑着 将童年伸进自己衣服里的小手拉出来 童年茫茫然 轻喘着气 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手伸到那里去了 这东西 怎么记 刚在他后背的手 碰了碰那个 还挺麻烦的 天哪 童年察觉到是什么松开了 听不到 听不到 我什么都听不到 我不知道 什么又不知道 杠拍着他的后背 后者纹丝不动 不得已 他只能自力更生 从身后的裤带 摸住手机 漆黑房间里 手机的灯光 照亮了他白皙的背部 杠的喉咙有些发干 有些舍不得移开视线 闭上眼 让自己冷静了一会儿 这才咬住手机 这才咬住手机 用最快的速度 在屏幕的光线里 替他扣上 再将外衣拉好 一系列动作 一系列动作做完 童年还执着地挂在他身上 好了 我要出去了 童年 童年仍旧不回应 好凶 好吧 但还是要出去了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 他投入太多精力在中国区 只有半夜的时间 才能留给别的大区 纳米和中国台湾俱乐部的人 已经在投诉了 可小女孩明显 已经不想放手了 刚在长久的思考之后 终于有所行动 也不管他是不是 还挂在自己身上 双手直接扣在自己腰上 俐落地解开皮带 童年傻掉 呆呆地往后退 眼看着他扯出皮带 丢在地上 然后拉起T恤的下摆 外面好多人呢 没关系 让他们走 今晚睡这里 不好吗 不好吧 工作重要 童年手指紧拧着他的衣服 千万不要 我还没有心理准备 终于 他听到了最期盼的他的妥协 OK 那 我出去了 你不用管我 真的 我自己玩 玩累了 我回去睡 很好 效果达到 几分钟后 一众对着电视剧吐槽 便祈祷着房里那位能单云美色 不再出现的可怜蛋 就看着自家老大突然出现 完全来不及关上电视 看得挺高兴啊 没有 这不中场休息吗 九七飞速地找遥空气 你哪儿去了 都给我起来啊 哥们 一起找啊 等死呢 众人都蹦起来 上蹿下跳地找 就看了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闲手 他走到洗手间 拧开水龙头 迅速往脸上泼了一把冷水 陈武师 下周每天训练时程 众人无语 老大 我们错了 不该在你和嫂子亲热的时候 看手撕鬼子破坏气氛 差不多凌晨一点 童年离开了他的房间 回到自己的卧房 其实就是和他在同一层 也是客厅卧室分开而至的行政套房 他孤零零一个人洗漱完 穿着睡衣钻进了被子里 感觉房间冷清极了 就这么翻来覆去到三点多 还是没有睡着 可怜巴巴地拿出手机 给他发了一条微信 娘 我想你了 想就过来 真的 好棒 童年从床上蹦起来 拿起门卡就跑了出去 连手机都没有带 等他跑到门口 发现大门已经开了 房间里却是黑漆漆的 没有开灯 他有些狐疑 凑过去 看了一眼里边 客厅只有暗淡的光 一个高大的人鹰走出来 将手机扔在沙发上 顺便看到了他 在黑暗中 他对童年招了招手 童年开心地跑进去 看到他示意性地伸开双臂 马上心神领会 嗖地一下跳了上去 有力的手臂拖住他 白天在大堂里的姿势 让人很尴尬 可是此时此刻 这样一个拥抱 他不好意思地 搂住他的脖子 轻轻地呼吸 感觉被咬住了耳垂 乖 你来捧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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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听